习近平一连两天的洛杉矶访问行程非常紧凑 昨晚洛杉矶的侨学界也为习近平准备盛大晚宴 欢迎他到访 这也是习近平这次访美行程中所参加的唯一一次侨宴 也是洛杉矶侨学界13年来首次联合欢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到来 对许多侨界人士而言 平常比较难在电视上听到习近平较长的演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伴随着热烈的掌声 习近平一行步入宴会大厅 随后他对在场的侨界人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一方面对于华人华侨在促进美中友好 与两国合作方面的突出贡献表示了感谢 又对华人华侨提出了三点期望 我代表祖国人民 我代表祖国人民向你们 并通过你们 向洛杉矶 也向全美侨学界的朋友们 同学们 致以诚挚地问候 这里 我向大家提三点 殷切期望 一是 继续发扬中华民族 以和为贵 协和万邦的优良传统 努力成为与住在国人民和睦相处的典范 二是 继续发挥 熟悉住在国 了解祖籍国的独特优势 努力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 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典范 三是 继续发挥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优势 努力成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典范 乔街代表张素久女士 在晚宴上代表南家华人华侨 向习近平副主席致欢迎词 并期待习近平副主席 能够再次到访洛杉矶 参加晚宴的乔街人士也纷纷表示 听了习副主席的讲话 很受鼓舞 此外习近平副主席 平易近人的作风 也给参加晚宴的乔街人士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非常有领导人的风范 面向也很觉得怎么形容呢 是一个非常令人一见到 能够可以肃然起敬的 这么一位领导者 非常亲切 也非常低调 感觉到能够让人很容易 把他作为一个非常能够信任的一个人 落成18台记者宋晓云 奇迹沉沉 洛杉矶市中心的采访报导 庆晚宋晨 师傅 节运